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风 今天给大家来一场比赛的是迈克泰森对阵唐尼朗的一场经典战役 这场比赛的话咱们泰森的对手名叫唐尼朗 就是屏幕面前这位爆炸头啊 咱们看到他这个表情不屑 还有这个嚣张已经写在脸上了啊 他在这个采访中说自己将会轻松的击败泰森 泰森只是一个出出茅庐的新人啊 自己将会碾碎他 根本不算什么啊 现在很多人都吹泰森很厉害 但是其实在他眼里 泰森根本排不上号啊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比赛也是准备打响 我们的泰森19岁啊 这个时候19岁 非常年轻的泰森 那么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啊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泰森的生涯第九战啊 咱们看到战绩目前是8胜8KO 在所有的比赛中全是以KO获胜啊 足以看到泰森的这个恐怖实力啊 对手咱们看他这个样子啊 非常不屑 蓝散啊 和泰森碰拳都是 那种看不起的感觉啊 这边拳手的话也是非常的嚣张啊 唐尼朗 泰森这边稍微准备一下 第一回合开打 对手的话确实身高比泰森高一些啊 泰森这边刚开始 中拳轰上啊 这边连续进攻之后 对手虽然说身高很高啊 看起来体格也不错 但在泰森面前像一个小鸡一样啊 一拳打到就疯狂往后退 他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 赛前 这边一开打 感受到泰森这个拳头的威力之后 自己心中就有数了啊 这边试探一下 直接往后躲闪 泰森再躲一拳 冲过去 哎呦 一拳击倒 漂亮 这是第一回合中的第一次击倒 裁判在进行毒秒 这边表示啊 拨炸头表示我还可以打 泰森继续冲过来 又是一个重拳 轰上 打到围蓝边 又是不断的重拳轰砸 连续进攻 对手又一次被打倒 第二次击倒 裁判再次进行毒秒啊 现场的观众也是震惊了 这个亲人有点猛 泰森冲过来 再次进攻 对手选择摟爆 拉开 重拳再次轰上 对手又一次摟爆啊 呀 这一下的话是重心没控制稳 自己倒了 非常耻辱啊 感觉自己也是趴在地上 感觉有点丢人 泰森对着镜头亲吻了一下 轻松获取了胜利 那么这场比赛咱们也看到了 一回合拿到了三次击倒 直接判定KO胜利 那么也是以一个三十秒的时间啊 拿下了KO 可以说是刷新了泰森的生涯记录啊 咱们去掉毒秒的时间 以及击倒的时间 总共的进攻时间 还有比赛时间是三十秒 非常的恐怖啊 泰森的话也是刷新的记录 三十秒 KO对手 拿下胜利 最终在他第生涯 第九战之后 还是保持一个九战全胜 并且九KO的一个豪华战绩啊 好的 那么这场精彩的比赛 咱们也是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各位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 还有关注 那么也是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再见 泰森这边很开心啊 再说他赛前跟我装逼 但是比赛中 我直接用实力让他闭嘴了啊 轻松的获取了胜利 还好吧 还好吧 九胜九KO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再见